大家好,我是Samuel 前一阵时间,欧洲杯刚刚提完 那么现在是奥运会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那么过一段时间,下个赛季的联赛 欧洲五大联赛就要开打 而这个国足呢,也将开始这18强的征程 说起来,这国足真的是让人一言难尽啊 以至于有人编排出了各种笑话 说什么呢,说这齐达内退役了 这法国足球十年没缓过来 这普斯卡什退役了 匈牙利足球啊,这五十多年没缓过来 高球退役了 这中国足球一千多年没缓过来 这玩笑归玩笑啊 其实这高球搞的那个东西啊 叫做粗居啊 这个东西呢 虽然之前国际足联的前主席布拉特说过 这个促居就是现代足球的祖先 但是啊,这布拉特我们也都知道 那是逢人啊 说好话 促居跟现代足球本质上还是两个东西 那么北宋的球王高球倘若复生 能不能这个利亚姆巴佩哈兰德带领中国的勇夺大力神碑 我们今儿就来聊聊这个事情啊 这促居又叫踏居 这个促是用脚去踢 这个居就是球 用脚踢球嘛 当然传说当中这促居的起源非常早相传 当年皇帝战吃油的时候把吃油杀死 把他的这个胃里面填满了这个动物的毛发 让士兵去那么踢 这是传说当中促居的起源 那传说之外可以确定的是战国的时候啊 促居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了 你像那个战国策里面说齐国的都城林兹啊 这些居民们吹拉弹唱六波踏居 那踏居就是促居 可见当时这已经是一种非常非常流行的娱乐活动 那么促居新盛之后分成了两个发展方向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团队的促居 就类似于现代的这个足球比赛 传说啊 注意又是传说 这个东西是赵武林王那个时候发明的 那么当年赵武林王带着士兵去野外打猎 以此训练军事协同技术 但是你这个猎物又不是一直都有啊 于是就有人给赵武林王出主意 说咱们就搞一球塞上那个动物的这个毛发 我们在宫里面也能玩 赵武林王采纳了这个建议 这个就是传说当中团队促居的起源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 就是你看那个水浒传里面高球表演的那种 那个叫类似于现在花式足球的表演形式的促居 在两汉时期啊 这种女子在宴会期间表演促居 然后这个球在身体上各种轮转如飞 各种不调引起满堂喝彩 这种情景在汉画像砖里面到处都是那个河南登峰啊 有那么一座奇母雀那上面就有女子促居之图啊 这个图也被很多人认为是足球起源于中国的民政 以至于这个1990年押运会这个时候 这个奇母雀上这个促居图啊 是被踏片踏了下来 送给了时任奥委会的主席萨马兰奇 那么当然了 这种促居啊 是上至达官贵人 下至平民百姓都好这一口 你像那个刘邦跟他老爹 就是重度促居爱好者 那么像汉武帝曹操这些人就都更不用说了 都喜欢促居啊 也能够踢几脚 那么到了唐朝这个时候啊 这个促居的球发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 什么呢 就是他内部不再是填充这种动物毛发了啊 他内部是装了有这种动物的膀胱充气的这种球 和现在的足球相差无几 而这个时候呢 这个团队促居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改变 有那种非对抗性质的 两边啊 各出12到16人 那么中间两个长杆上面有一个一尺左右的一个球门 叫风流眼啊 那么两边他是有各种各样的分工的 你像这个正斜 像这个头斜 左杆右杆等等 那么左边先开球 其他的人各种颠球球不能落地 然后传给这个 头鞋 然后头鞋去射门 去打那个风流眼 然后不管射中射不中 右军开始 就是这样的继分 那么当然还有对抗性质的 猝局 这种对抗性质的猝局呢 就是两边啊 各有球门 那么双方十几个人 跟现在的足球 很类似 当然除此之外 那种表演性质的猝局当时被叫做白打啊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套路 像什么那个鸳鸯拐 燕归朝等等等等 那么达官贵人特别喜欢看这个东西啊 那么宋朝的时候 猝局当然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 更加的流行啊 那么当时出现了这个 很多人会说是类似于北宋年间的足球俱乐部 叫奇云社 其实这个东西 它是促居从业者为了自保的一个行会啊 这个奇云社就是球踢的以天骑以云骑 这样的一个意思 又叫原社啊 那么当时有诗啊 说什么来着 说这个世间弟子千般亿啊 知此多亏最风流 还有说什么呢 万种风流事 原社总为先 就当时啊 这个促居啊 达官贵人 你不管是办什么喜事之类的 一定要有促居这种事情来助兴啊 那么久而久之促居的这种从业者 就形成了这种行会叫奇云社 那么他说到底他也不是一个俱乐部 而恰恰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行会的性质 他没有这种社区的参与 而这种东西说到底是给达官贵人看的 所以说他的路越走越窄 那么当然咯 这种行会里面自然会带有行会的种种弊端啊 你像这个徒弟拜师傅很多时候是不给你讲道理的 那么除此之外啊 那么为了让达官贵人好看啊 整个整个的奇云社会有意识的去扶植这种白打的这种促居 那么至于这种对抗性的促居加了很多不可理喻的规则 您就比如说随便举几个例子啊 这个现在足球里面啊 你比如说谁射门得分 那都是可以的 但是当时奇云社做出了规定啊 这个球队里面相当于现在前锋的这个正鞋 才有射门的这种可能 他的射门得分 他是被计数的 像类似于中场的头鞋啊 类似于后卫的左竿右竿 射门不但不会计数 还要扣自己这边的分 哎呦 你要这么玩的话 像那个黄马的克罗斯曼城的罗德里 他们这中场推杆爆射 这叫进球伤害球队 不是 你像那个拉莫斯 92分48秒更是如此 上个赛季勒沃库森的那个格里马尔多 边后卫助攻 那当然伤害球队 那个像瓜迪奥拉那种无风筝 那就不要玩的啊 更有甚者 他还规定啊 你像用脚去怎么接球 用肩膀去怎么接球 每一个部位接球 一定要有规范的动作 你这种动作不规范的话 那是不能被军设所容忍的 哎呦 那这么看啊 什么牛尾巴 油炸丸子 什么挑球过人 这个倒钩射门 像那个摩德里奇 那个外脚背 灵光一闪的穿球 想都不要想 这样慢慢慢慢的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毕竟嘛 达官贵人只要看着好看就可以 他不需要什么民众这种社区的基础 而这恰恰就是现代足球能够产生的根基 所以说既然这样 达官贵人这边一有什么风吹草动 他就会对齐云社和醋局产生极大的影响 你看南宋灭亡了 被蒙古灭亡了以后 这个醋局也就风吹云散了 那么到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 他自己特别痛恨那种游手好闲的东西啊 就下令啊 军事不得醋局 醋局者卸脚 或者说要诸九族 那么后世有人说起来 中国足球之所以衰落都赖朱元璋 朱元璋这位啊 的确是一言难尽 但是你把这个醋局的衰落都归咎于他 这个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醋局的衰落 本质上就是因为他没有社群的这种民众的力量参与 那就谈不上往后的商业化和自发的 这种比赛了 而这正是现代足球的这种根基 你看英国的那些个俱乐部曼联 最早牛顿西斯 这个曼彻斯特的工人搞的俱乐部啊 他们能够自发的团结起来社群 你像有些俱乐部的这些球迷啊 就是死终一直跟着这个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有冠军吗 没有 但是我一直跟着他 那这些东西啊 那你说 齐云社搞的这些规则那么死板 那当然是把自己的路给走死了 所以说这个醋局虽然跟现在的足球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现在的足球要求的不只是规则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一整套的比赛配套体系 没了这个 现在足球无从谈及 这就是醋局跟现在足球最最本质的区别 那么讲了这些啊 我们就可以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 倘若高球死而复生 国足可有救护 说到底啊 高球死而复生 咱且不说他得应对现代足球的这种 非常非常强调团队作战的意识 克鲁伊夫说过啊 说比赛90分钟 一个球员持球3分钟 你剩下的无球奔跑是很重要的 好 无球奔跑 高位逼强 三后位四后位之间的转换 然后定位球战术这些东西 高球能够适应的过来吗 他能够听教练的调遣吗 别的不说 我们不要忘了啊 高球他踢球 那叫高球发迹 那就是他太想进步了 端王我太想进步了 那么带着这样的心思去踢球 或者是什么样呢 巧了 前些年这个中国足球界的确有些人太想进步了 结果他们据说在监狱里可以组成一支足球队 所以说倘若高太尉啊 那么死而复生 谁又能保证他不是下一个李铁 下一个陈旭元呢 对吧 所以说啊 这个中国足球想要复兴啊 想要往前走一步 要做的不是给高太尉招魂 抱着这个簇局 这个老古董不放 就用范之间的那句话 我劝你们 把现在足球的这个理念给高高懂 这才是关键 好了 关于中国古代簇局的这些事情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